大家好,又是CHOICE TV玩具堂的時間 我是Brian,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又是Kobe 上幾次介紹過一些,例如香港很多朋友認識的零色剪輯 或者是大和號,或者是Tiger One 都幾多人會注意到,還有很多回應 所以這次也介紹了一些比較厲害的項目 就是這架 嘩,真的幾大 試一下鏡頭不大 就是這個King Tiger 或者是Tiger True 在開始之前,我們說慘了一點歷史 值得和大家提提 當我收集資料會鎮就發現 好像有些事情開始說 所有意志迷都知道 是一架,差不多是在當時戰場上的王牌 或者是一個 或者是超級豪華的項目 更加貼切 因為其實它除了很龐大 攻擊力很強,裝甲很厚之外 它也是很珍貴的 在戰場上是少於500隻 能夠生產出來 在市場上使用 另外它的重量達到80噸 而當時需要30萬的德國貨幣 才能夠做到一個 查回呢 我想這段股都是以千萬港元以上 當然也貴不過現代的坦克 但也是在當時來說 非常非常昂貴的武器 所以它的工程難做 需要的材料多 工藝技術也要高 加上當時的德國的角力 已經很薄弱了 所以幾樣東西加起來 不夠資源 不夠錢 不夠工廠線 都很難能夠生產到足夠的數量 事實上這架King Tiger的效率 其實也是位於參半 除了很大架之外 打不爆之外 炮力很強之外 火力很強之外 但其實更多的問題 比Tiger 1那麼嚴重 很多時候是拋鬧 很多時候是沒有油 或是引擎出問題 Tiger 1 反而相對上 戰績還比較飄秉 起碼看到有些不錯的戰績 例如Michael Whitman 用Tiger 1 在波格基村有一個好的戰績 反而King Tiger 真的看不到什麼很出色的戰績 雖然是王牌戰績 一般朋友 我們現在介紹的這架 其實就是最中型號 大家都熟悉的朋友 Tiger 2P P就是保時捷 當初兩間公司 肯卸意保時捷 兩間都有 所以它是車底車身 這個就是Hansel 我叫Hansel 肯卸意的車身車底 保時捷 就是我們後來看到Elefant 不是這樣的形狀 這個比較像Tiger 1 模式 前後重疊 後來我發現有兩個炮塔 而這次我們介紹這個 我們人稱 保時捷炮塔 但是翻查資料過程 我發現原來是錯的 其實兩個炮塔 即是後期用的 我們常見的肯卸意炮塔 和這個所謂保時捷炮塔 其實同樣都是出於原裝設計師肯卸意街的COOP 公司 所以當時是20世紀初 是全歐洲最大的一個煉鋼廠 很有400年歷史 即是黃室家族生意的煉鋼廠 所承擔的設計 所以兩個炮塔 我們後來看到的 其實都是來自COOP 和肯借以這兩個設計公司所用的炮塔 而不是保時捷 保時捷是在早期的Phototype 完成了車底 後期就拿去做Elefant 真正的Tiger 2 其實全部設計都肯定是COOP 兩個炮塔 這是我找到的資料 但是很有趣 講到盒了 連一個波蘭公司 他們對這些都很認真去考究 他們都是寫Tiger 2P 所以其實哪個對 哪個不對 我真的不敢說 因為這個國家波蘭都很接近 博物館 很多博物館 沒有理由他們會錯的 但這個要找回 不是只是博物館的神物 而是要找回歷史資料 去確認 這個純粹在Wikipedia找到一些資料 其實不是保時捷炮塔 這個也是COOP 和肯射意的設計 630個 職目 三個人仔 絕對對得起這個產品的尺寸 因為有分數量 還有送多個人 通常有三個人 顏色採用了迷彩 但迷彩 沒有看錯 只有兩種基本式 大家知道 KING TIGER 在戰場上有很多種迷彩出現過 最基本上 最少有三四種 這個我自己就滿意了 我不知道大家滿不滿意 我們直接去產品 不說那麼多 奇奇怪怪的資料 記住 OK 一起看 好啦 哇 有沒有搞錯 明明這隻KING TIGER 為什麼會放了一隻 旁邊有一隻 B25 的二致美軍 轟炸機 這些都是買關子 等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我就會拍完它 多數都會拍完它 看看產品 這一隻就是我們目前見到的 KORBY的KING TIGER 這次我們有三個人仔 一個特地站在車上 一個普通的 應該是英 抱歉 一個普通的SS 德軍 另外當然有兩個黑色衣服的 車長 以及車員 駕駛員 放在炮塔上 稍後慢慢跟大家分解 這一架 產品的細節 先看看這張小卡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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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分數 仍然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如果有師兄知道 可以看看我 好 那就看說明書 說明書 我剛才說的 遺失了一些東西 2480A A 這個 我暫時理解 可能是第二張 即是第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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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 但是第一張 是哪張 我不知道 可能都是2480A 但以我理解 我曾經見過兩款的 P38T 對 38T 好像兩款是不同的 有什麼不同呢 是車身的號碼 是不同的 以及 細緻上有不同的 我詳情說 我下次做一個 小心的研究 先跟大家說 無謂說錯了 好 2480A 630塊 三個人仔 好 說明都是揭 揭兩下 又是先起車底 車底很棒 起一陣子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 是產生產線上的 公牛 毫比心機起一架 為國家很無敵 走上市場 戰無不勝的 戰爭機器 這幾架都是近期出的 有很多好東西 Tiger 1 就是那些最熟悉的 5號車 4號車 在這裡 加上一架HalfTrack 說回到車的產品 人仔 原來有人仔套裝賣 有迷彩的 有迷彩的 那麽菜呢 一邊有 後邊沒有 但是我十分喜歡 那些人仔的形 有點變化 有點腰 還有面相呢 除了我看 頭雕不錯 雕得不錯 說笑而已 當然不是王家比樂那些 但是 以這個邪馬來說 夠吧 當然可以丟其他人 可以做幾個大款 其實 好 車掌 那些配件 就隨意 大家拿著 那 反而黑色的車掌 車員 那些就沒有投訴 主要就是 沒有 沒有章 好 正 胡蘇哥 其實德軍裏面的 戰場上 你見到整面胡蘇的人 比較少 他們每天都要看蘇的 好像 他們每天都要看蘇的 當然去到戰爭最激烈的時間 有時候沒有看蘇都不奇怪 有分別 然後這兩個呢 一個是綠色褲 另一個是黑色褲 事實上 都是穿迷彩褲 黑色衣服大家都知道 因為車內很多時候都有機友 黑色就是一個防止 看上去很髒的感覺 好 三個人仔 在這裏 好 車呢 要試一下那輪 這聲音很棒 原來這車本身真的大 很重 重得來 你會發現 它真的有點 笨重 相對其他 有重量感 感覺到里帶會有些下墜 因為隨著那輪帶動 有摩擦 有起跌 真的跟真實的感覺 有些感覺 挺好的 有時候玩模型 玩積木 也有些真實感 這些聲音加上那個真實感 加上那個 里帶的上上落落 大一下大一下 真的 真棒 好 看下整個車 補過來 形狀呢 我真的 都是那句 他們的比例一向都不錯 原來最後發覺 仔細看說明書 其實他們坦克車來說 異戰那些 他們沒有一個 嚴格比例 其實飛機也是 但他們有按照他們 自己的 大小的比較 不會說 很奇怪 有一款 1比35 的M1 A2 阿伯拉罕 現代美軍戰車 那個是有比例的 可能我懷疑 那個是他們做得比較仔細 就是網絡的外觀是幾次模型的 當然一定是沒有得比 但是很接近的 但這些呢 其實二折是 它還是沒有比例的 但是大小就 大小就 儘量接近 就是 實物的差異 好了 看到呢 那些剛才試過了 很開心的 這條里帶呢 跟21差不多 都要跟TiG-Win 同一條里帶來 沒有記錯 應該是同一條里帶 就是寬度一樣的 那就是尺尾 這些標誌式的 尺尾 哇 很棒 那它是動的 斜的位置 很多都是動的 當有一部份 它是會吃死了 某些 其他積木裏面 就不會有 飄下飄下的情況出現 但是這個情況是有的 哎呀 弄爛東西 那這裡要留意一下 其實這個旁邊的群 跟實物的 戰車群一樣 是非常容易脫掉的 華麗也是 插給大家看 非常容易脫掉的 那它只有兩個部分 連著 我想跟實物都差不多 那這個是 李帶的裝甲來的 通常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樣子 不知道是 因為要清理李帶的 泥漿 各有問題 還是戰損 很多時候 你看到 那些事實的 相片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好了 開了 好 再看回這裡 嘩 這個車比較大 所以難搞一點 好 這裡呢 有一個 是 有 即是不是 二印的 機械內部 其實是一個引擎來的 整個引擎 好像跟Tiger 1一樣 這樣大小 事實上 Tiger 1和KTiger 2的引擎 好像都是接近的 好了 有了 黑浮雕的 好 清楚了 這個 你看到這兩個散氣口 純粹是二印來的 好 但這個呢 這個又不是 這個就是 通風的 我叫通風 好了 這一部分可以動 看看有沒有 看完車身 理帶我們說了 我學了一些日本 因為不是 學了一些專家這樣做 就是分開三部份 就是 車塔 車身 和車底 車底的理帶說完 車底反給大家看看 有點亂 不好意思 很結實的 帶那些就不用怕 看回車身 好了 這輛車有很多蓋 如果我數一下 有五個蓋可以開 那是否安裝五個人呢 不是五個人都有蓋 因為這個車尾 引擎蓋就不是安裝人 其實你怎麼安裝 只能安裝四個 好了 看看另外 近車頭部份 這兩個駕駛員 和通訊員的位置 是一種隱藏式的蓋 其實很容易脫掉 但你一脫掉 這樣就不難做 你自己要去 裝回 整天會脫掉 因為它這個設計 你大力拔它 就整個飛出來 這樣收起來 兩個都可以 但真的 你這樣轉開 可能是仿效真 那種方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好像也不是 但你裝人 應該是問水 所以你要裝人 砌個情景 裝四個塔兵 可能這裡要有少少改動 都不定 但這塊的蓋 和支撐位 應該可以調動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少少敗筆的 其實有和沒有 差不多 因為都裝不到人 除非你自己做些改裝 好 好了 三個門 旁邊沒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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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槍 有車燈 車頭燈 這邊 這邊 裝了擋板尾 給我弄壞 剛剛弄壞了 這邊 這邊 砌的時候小心 很容易掉亂 因為這邊 你看看 這裡是這樣的 看說明書 很多師兄 可能我懷疑 會調轉來砌 你覺得這樣擺 可以嗎 我覺得這樣擺 也可以 旁邊的口 管 這些全部沒有PVC 軟膠做 挺好玩的 你自己勾一些東西 原來大發現 開心大發現 咦 還有個蓋 原來炮塔 這個應該是塗爛倉 裝不到人 緊急逃生倉 倉蓋 好了 其實有 1 2 3 4 5 真的有6個蓋 車帶有些 多些蓋 這個炮塔 剛剛也說過 這個 就是 早期的炮塔 很多人稱為寶石子炮塔 但我找到的 其實就不是 但是 在這個描述上 可能是睜目的關係 不是很完整 因為其實 早期的炮塔 是這樣彎 都很重要 因為鑄造非常困難 兩產型的炮塔 是平的 這個炮塔 實在是比較難鑄造 而且效益不大 所以做了50兩刀 就沒有了 所以後期就用完 那些叫肯射耳炮塔 但據我所說 其實兩個炮塔 都是肯射耳炮塔 和COOP那邊設計 那你喜不喜歡哪個炮塔 既然見智 但是 多數砌模型的朋友 或者玩的玩家 其實多數都是 玩肯射耳炮塔 即是後期的炮塔 因為那個事實上 比較普遍 而且在戰術上 看得到更多 那 原來我忘了說 炮塔的倉蓋 好了 第五六個倉蓋 就是這個 應該是車掌 這個 這裡就是裝彈員 有一支MG 我們說說一支炮 這支炮 因為它不是一支 它是 它是由三件配件 所造成 所以這支炮塔 直的程度 和堅硬程度 比較好 這支炮塔 是由很多部分 看到的 因為它是迷彩 很多部分 所以你 你 不小心 可能會弄亂 但這支炮塔 你也知道沒有問題 玩一支 弄好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完美主意者 當然希望它更直 更好 這支炮塔 我想這支炮塔 這支炮塔 要兩個多小時才開得完 很帥 很帥 形狀 都可以回到 你看到 但 期待它出的舊 就是 兩採型炮塔 再轉轉迷彩 始終覺得迷彩 挺有難處理 因為它用一塊一塊來做 難處理 說回一些疑印 疑印的全部都是疑印 不用連貼紙 除了是飛機之外 基本上 Coby大部份 陸上的武器 陸上的產品 都是不需要用貼紙的 好 今集說到這裡 好 喜歡的請大家訂閱我 Briano的個人的Fan Page 在Facebook裡面 另外我們有Youtube頻道 ToyzTV 另外ToyzTV也有我們ToyzTV的Facebook 留意我們的連結 繼續支持我 希望大家 開開心心 多謝大家的支持 你們的支持很寶貴 不要想著 點讚小過 真的很重要 多謝 拜拜